Hello,大家好,我是Livian 首先先跟所有的朋友拜个年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好运,旺旺来 恭喜发财 相信所有的朋友在过年年假的期间 应该都吃得饱也睡得好吧 但是千万别忘了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下运动 否则一年后减肥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今天一定要分享大家的是一些简单的腿部的运动 缩腿的运动 我们不敢说瘦腿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腿部的曲线 让它维持得更好 在分享运动之前呢 我想有一些概念 我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桌上我们放了一公斤的肥肉 跟一公斤的瘦肉 虽然重量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在视觉效果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肥肉的这一团可能体积看起来是更大的 而且结构组织非常的松散 瘦肉的部分就是一小块 但是是一样重量 它却看起来非常的小 非常的结实 所以用在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我们看起来小一个size 就在体重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肌肉的比例 然后我们要减低我们的脂肪的比例 这样子我们在视觉效果看起来就是更为紧实 然后曲线更好 可以塞进更小size的裤子里 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呢 一起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蹲的运动 我们主要就是要用蹲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腿部的机率 那蹲如果稍微的特别的解释一下蹲 因为蹲如果蹲错的话会伤我们的膝盖 一般我们说蹲的时候 大家直接这样蹲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这时候我们的湿力会落在我们的膝盖 所以这时候直接这样蹲会伤膝盖的 那怎么样子蹲才不会伤膝盖呢 就是我们像要坐椅子一样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臀部向往后推 像是要准备坐椅子 之后再蹲 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湿力的部位 就是在我们的大腿的肌肉 大家可以摸摸看 这时候这块部位 我们就这个是硬的 那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就会放松了 这就表示我们运动到 大腿的这个部分的肌肉群 做这样子的运动 我们一次十次为一个回合 其实一天能够蹲个十次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要多做有意无害啦 好 那我们就来做十个回合 好 后推 蹲 然后呢 蹲到什么时候呢 蹲到你受不了位置 所以呢 我们就是看你的耐受力 可以承受多久 真的觉得很酸的时候我们就起身 好 再做第二次 推 蹲 好了 tons 接下来呢是前抬腿的动作 我们就像在行径一样 把腿往上抬 呈现一个九十度的脚步 这样就可以了 顺便练习一下这个平衡感 也是要来回十次 只要你撑不住了 你就可以放下 在抬腿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臀部可以夹紧 有点像气功提到的要提纲 就是夹紧 什么叫提纲 就有点像是在 你想要憋住放屁 那就是提纲 为什么 我们就会看看 加油 一下子 我们有点像 温热 确实 我们是在居然 我们就有点像 有点像是新北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个运动是往后抬腿运动 如果正面看的话 大概就是把我们的 你看你要哪一脚开始都可以 往后 我现在左脚往后 拇指走到后方 好 往上提 一次提十下 好 一样 十下结束以后的感觉 一样的话 做十个回合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往正后方 也可以 甚至可以 感谢观看 因为我们的感觉 会有点多的 好 感觉 我们的感觉 这么想说 family 我们的感觉 都可以 iff 也 来 他们的 不是 他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